原标题 他依然每天坚持读书,看报关心国家大事,美洲积极建言,县策助力社区发展,每年省检节约缴纳特殊党费。他用实际行动,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,他就是从台区连访西街道永胜里社区老党员任何子。 任何子,河北设县人,一生参加革命,至今不忘初心。 1945年1月,参加革命工作,编入近纪路玉边区八路军泰航山五分区战士,他跟随部队开墾荒地,自立更生,打游击战,先后辗转中原、华中、华南、西南等地。 参加革命工作,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,由于革命意志坚定,英勇表现突出,任何子于1949年夏天,在江西参加游击革命行动中,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1951年10月,任何子再次被部队位于重任,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,战斗中他身负重伤,是与后任何子急救投入战斗中。 1959年,任何子从部队营职干部,转业到青海省共青团冷湖市委书记,由于该是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,气候条件恶劣,荒无人烟,无农木役。 主要任务,是配合当地石油局,进行石油勘探与开采。 任何子充分调动广大青年积极工作,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。 1961年,组织上考虑到任何子的家庭情况,将其调回河北省邯郸运输公司工作,直到1985年任何子离休,他再也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。 老党人任何子,记者来到任何子家翻开他的离休荣誉证时,上面显示,按线团级干部待遇离休,可他家里只有55平米,一家四口窝居于子。 家里墙上没有悬挂任何荣誉证书和奖章,在记者的多次询问下,任何子才从破旧的抽屉里拿了出来,解放戏。 南胜利纪念章,华北解放纪念章,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,70周年纪念章,其中两章。 2016年,2018年,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的1000元党费收据单格外引人注目,据任何子儿子任玉林介绍,父亲自单位离休后,每年都订报纸杂志,每天都看新闻联播,时刻关注国家大事,实时学习理论文章。 他常说,老党员就应该做出表率,当起模范,国家富裕了,待遇提高了。 从2015年起,在没有征得家人同意的情况下,任何子每年主动向党组织交那1000元特殊党费这些收据单印证了一个70年老党员的初心,这些纪念章,记载了任何子一生的革命使命。 作者,霍文龙吴超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